那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再生能源行业啊 绝对是一件大事 那你的电经过Tanaga的这个电网呢 你需要给过路费 其实就是透钱的意思 哇 这样子Tanaga岂不是hold the soul 哈喽 各位同学你们好 欢迎回到陈建老师的频道啊 那本期的视频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啊 马来西亚的再生能源领域 尤其是太阳能 的这个行业的一些新的变化 那透过我们今天讲解的视频呢 希望可以给大家除了知道最新的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外啊 还可以顺便给大家讲一讲 到底现在马来西亚再生能源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路 政府部门是怎么规划的 所以同学们如果觉得这个视频你会学到东西的话呢 当然首先要点赞呢 还有订阅陈建老师的频道 每一个星期呢 我们都会想方法从马来西亚的财经新闻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 带出一些有用的知识来提升你们 对这个经济领域发生着的事情 and of course 怎么样将这些东西convert成为 我们在投资思考的时候啊一些必备的条件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呢我从这个5月10号DH CEO Briefing的一个封面标题 开始给大家讲起 Government Leaves Renewable Energy Export Ban Details yet to be ironed out 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啊要移除这个再生能源的出口的禁令 OK当然具体的细节还没有出来啊 那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再生能源行业啊 绝对是一件大事 就简单来讲原本你的产品只可以在本地销售 现在你的产品可能可以直接卖到国外 对吗没有什么人讨论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来看看这个文章里面的重点啊 可能其中一个因素大家没有什么人讨论 因为这个文章很长 我们一般人呢不喜欢看对吗 一般人喜欢看有这个帅哥美女的娱乐版的这个内容 首先我们有一位很熟悉的马来西亚朋友们 很熟悉的政治人物出现了 我们的经济部的部长啊 Refisi Ramli 那其实我们的大马政府呢 正在打算移除原本定下来的 18个月的再生能源出口禁令的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政府会宣布 不允许再生能源出口呢 其实时间要追溯回去2021年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当时的考量呢 就是希望这些由马来西亚国内生产出来的再生能源呢 在国内这边用掉它 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引导更多的投资 就是有些行业是需要用到清洁能源 keen energy的 所以也鼓励马来西亚这边更多的 要提倡使用再生能源的这些行业跟投资会出现 那2021年的10月到现在2023年的5月份了 哎哟真的哦 刚好这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就要到了 所以我们的政府呢 就已经准备好呢 打开这个export bank 让我们马来西亚国内的这些再生能源生产者们呢 这些producer能够考虑啊 其中一个销售途径就是卖到国外 比如这边就讲到 就在马来西亚的再生能源发电站产生的电能呢 直接销售到新加坡那边去 这个东西是不是以前没有发生过啊 就因为以前没有发生过 现在这个行业出现这个最新变革 这些东西才有意思嘛 所以一定要给同学们你们讲清楚一点 是吗啊 记得点赞 记得点赞啊 如果要推动这个再生能源卖出国外的话 除了新加坡 其实另外一个跟我们接让的就是泰国 也有可能向北export我们的再生能源 如果要跑这样子的话呢 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机制 那这边就写到 new mechanisms need to be introduc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exports of electricity such as Vueling Charges 什么鬼是Vueling Charges啊 就是在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国家输电网络里面 Ternaga就是这个供电网络的拥有者嘛 那现在如果你的电有一个发电站的电 比如它在Johor 你的电要卖到新加坡那边去的话 那你就要透过Ternaga的国家输电网送出去对吗 那你的电经过Ternaga的这个电网呢 你需要给过路费 啊其实就是透钱的意思 但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来的 你们看啊 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一个发电站发出来的电 就是输进去电网里面 然后给我们的家里面啊 Aircon啊 shopping mall啊对吧 工厂啊就用掉了 那现在这个再生能源的行业要鼓励它发展呢 就要出现一个新的玩法 就比如你有一个太阳能发电站 是在槟城的 但是跟你买电的那个客户 他不在槟城哦 他在南吧 他在左后 可以实现吗 以前不能够实现 但是现在能够实现了 就是靠这个3rd party assess 你发出来的电 其实是被Ternaga跟你买掉了 他吸进去国家的供电网里面了 那这个北马发电站的电交给Ternaga 然后Ternaga再交给这个南马的买家 还其实讲简单一点呢 就是Ternaga过一水罢了 但这个玩法呢 就可以鼓励更加多的企业 比如我的企业是需要用再生能源的 我的企业可能要fulfill这个ESG的要求 或者我的企业想support这个降低碳排放 这个是一个全球大趋势嘛对吧 巴黎气候协议嘛 那我一定要用再生能源 如果我的工厂附近没有再生能源的供应者 我可以透过这种方式给透钱的这个方式 跟其他在马来西亚其他州属的 Solar Farm这个再生能源发电源的这个供应商 来购买这个电力 哈现在大家明白原来多了这种新的玩法 那我们也自然明白我们是怎么样将电卖出去国外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问的 哇还有这样子Ternaga 似乎是hold your soul 是的Ternaga会从中赚到钱 但当然这个比例不会马上超过他平时卖电给我们这种家庭用户 工业用户 OK 别太过紧张先哈 那到底Ternaga会从这个透钱之中赚到多少钱呢 其实在2021年的10月份也就是一年半之前呢 马来西亚政府呢已经宣布了这个 Villing Charges 2.28 US Cent也就是马币大概一毛一分半 Per Kilowatt for sale of electricity to Singapore under a two year trial period 你经过Ternaga的电网去购买别的再生能源发电商 发出来的清洁能源啊太阳能发出来的电啊 虽然都是一条电线过来的 我们是分不清楚的 但是根据这个做法是分的清楚的 那Ternaga呢就会在你要买的这个再生能源 这个电力上面呢 加大概一脚一分半Per Kilowatt给新加坡的买家 那当然现在两年的这个trial period呢 再过多半年呢就会到期了 我们不排除这个Villing Charges啊 这个过路费呢可能会有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对新加坡的再生能源买家来讲呢 应该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因为Singapore's Average Regulated Household Electricity Tariff stood at 29.62 Cent Per Kilowatt 新币啊 那也就说等于马币啊 差不多一块钱Per Kilowatt 我们马来西亚这边是39.95 Cent 马币就四脚钱马币Per Kilowatt 那新加坡那边的电比我们贵很多 and就算加上这个一毛钱马币的这个Villing Charges啊 新加坡的买家在获得这个再生能源的成本呢 比在新加坡当地直接买电好像还要便宜哦 so这个就是大家看到哦这个东西好像有得做啊 当然呢不是说你马上要投资建大量的这个太阳能发电站就可以马上做的哦 那我们呢就要直接进入第二部分的讲解了啊 不过进入一个小广告先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对陈建老师我这样子引导大家从一个国家的政策引出一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的 你对这种选股方式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同学们你们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报名出席我们的一个两个小时的webmino 到时候呢我会跟我们的助教呢 另外再跟他来讲在大马股市里面我们小散户投资者可以怎么样用这种思维啊 去寻找下一个成长型的股票的 我相信你们会学到更多的新的东西 那个是一个免费的webmino 但是位置有限 马上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报名预留你的位置好吗 OK广告结束继续讲解哈 看一看这一份报告先 这份是来自其中一个在马来西亚从事太阳能行业的上市公司 Sunview的季度报告 其中这个第二段话呢 就有讲到马来西亚的再生能源行业过去十年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马来西亚政府其实从我们的再生能源法案 Renewable Energy Act推出了之后呢 先后用几个方式去推动马来西亚的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 包括首先是透过Fit-in Tariff的方式 再来呢就是Net Energy Metering 第三步呢是Self Consumption 然后第四步呢 LSS Power Plant 这个就是Large Scale Solar 大型太阳能发电站 LSS啊 当年最先出现的这个Fit-in Tariff呢 就是你们如果在家里面你的排屋的屋顶 你装一个太阳能发电板 你自己发这个电啊 你可以卖回给Tanaga 政府会给你一个价钱帮你买回来 但是哈 你一边卖给Tanaga呢 你一边要给Tanaga电费的哦 哈 你两个meter是separate的哦 很搞笑对吗 so太过低效了 后来呢 在我们的前能源与工艺部的部长 杨美英的推动底下呢 哎我们就变成了Net Energy Metering 就是你这边家里面发电 卖给Tanaga 你这又在用Tanaga的电 好我们现在contract ok所以就变成了Net Metering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那第三个Self Consumption这个阶段 现在是怎么样跑的呢 就现在我们如果一个排屋的屋主 装一个太阳能电板在自己的屋顶上面呢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够大的limit 就是一个顶线的配额 在这个配额之内呢 你发出来的电啊 全部自己用 你不需要再给Tanaga电费 那这个限额通常会很高一下子 高到一般家庭你每个月的电费呢 基本上可以control到完的了 so这个就是现在的Self Consumption 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 多余的电呢 你不能够再卖出去了 好那如果我现在要纯粹的 我就是发电出来卖的 我不要自己用的 那就要用这个LSS Large Skilled Solar的Power Plant 用这个项目 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大型的发电站业者 不要小看这个LSS啊 这个也是以前我们马来西亚没有的东西来的 就意思是 如果我跟你这样子的普通人 我们现在要开一个发电厂 Independent Power Plant 跟Tanaga竞争 以前马来西亚政府允许这些私人企业建自己的发电站 我们知道的YTL Power啊 云顶啊 对吗 还有MMC Cobra 这些公司有做 不 哇人家极有钱啊 我跟你这样子的普通人 怎么可能可以有朝一日参与到这样子的生意呢 LSS的开放呢 就令到很多的私人界的大企业呢 也可以用钱投资去建造自己的太阳能发电站 然后再将这些店卖回给Tanaga 甚至现在出现的接下来很可能可以卖给新加坡 跟卖给泰国 那马来西亚各个州属里面出现的这个Large Scale Solar Power Plant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要venture into这个发电行业 那其实拉动了投资 也拉动了整个行业的出现 就是专门为人家建造太阳能发电站的这些公司出现了 马来西亚现在股市里面有上市牵涉到太阳能发电的业务的那些上市公司 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做太阳能电板的 其实都错了 其实很多这些太阳能发电相关联的公司呢 都是一个帮助人家建造太阳能发电站的专门机构来的 所以为什么大马股市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太阳能相关联的公司跑来IPO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OK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证据啊 有一个比较早期上市的太阳能关联企业 SolarVest 我也打开它的最新记录报告 然后来到它的Section A这边 这里就有它的segmental reporting 它就告诉你我们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分别是什么 而我们这边就看到一个比较熟悉的词汇叫做EPC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and Commissioning 其实这个业务就是帮助人家去建造太阳能发电站 当然也包括建造我们普通residential house 或者一些shopping mall的屋顶上面的那个太阳能发电板 也是属于这个EPCC的业务范围的 帮人家建造所有的这些太阳能发电业务了 这个业务的营业额还有它的净利润 都是公司里面最主要最主要的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我们再讲回马来西亚政府在它的政策引导上面 怎么令到马来西亚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投资这个再生能源发电行业呢 那我们再看回去啊 刚刚这边的SolarVest它的季度报告里面的这个行业展望啊 我们马来西亚的Ministry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啊 其实就提出了这个东西 Malaysia Renewable Energy Roadmap MYRER 就2022年到2035年的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大蓝图呢 已经出台了的了 那其实就是希望推动整个国家的这个碳中和啊 来遵守这个巴黎气候协议 那然后主要目标啊我们不要讲太远了 讲近期的到2025年的目标啊 是将再生能源的这个贡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capacity啊 发电的capacity里面呢去到31% 就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呢最主要的啊 因为这些再生能源呢 你还可能会有水力发电站啊 小型水力发电站啊 或者Bio Gas啊 Biomass这些 but他们的贡献都比较微小的 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太阳能 太阳能呢是希望能够在整个再生能源的供应里面呢 占到80% 那么要达到这么大比例的太阳能的发电供应啊 不可能全部靠我们每家每户的那个排屋上面的太阳能屋顶的嘛 对不对 所以就一定要靠这个LSS OK 用国家的力量用政策的力量去引导更多的私人界的投资 那么这个LSS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阶段呢 发展到第四阶段的了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The H Weekly呢就专门出过一个封面的LSS的Awards 当时候就是批出来这个Large Skill Sola的第四期 前面也就是说一共有三期哦 而从第一次的LSS到第二次到第三次的LSS啊 他们的Per Kilowatt的价钱 这个采购的电费的价格呢是不一样的 那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2021年就当时的2021年啊 一共有2457个MW的这个发电的capacity被分配出去 就是允许私人界投资建造大概2500个MW的这个发电的总产能 也包括了这个第四期的LSS4啊 是有823个MW的这个capacity award出去的 这个就是The H的后续报导 在2021年的3月份的时候啊 这些公司就beat down了这些capacity 可以自己去找contractor 就找Sola West啊或者找Sunview这些公司呢 去帮他们建造的 这边就是当时候LSS4的一些赢家们了啊 我们也会看到有不少的上市公司的哈 Advance Con啊 MKLan啊 OK Jax啊 K Power呢 Ran Hill Ran Hill的股价呢 我知道最近有一些表现的哈 还有USMA 这个是一个Oil&Gas公司来的 所以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大马政府透过这个能源委员会 The Energy Commission 就将这些large scale solar的发电权 就是发电跟卖电的这个权利呢 分配出去了 来鼓励更多的私人间呢 参与这个行业的投资 那除了有LSS4还有没有LSS5呢 应该是会有的 这边就会看到刚刚我们提到的Ran Hill这个公司 他已经在一年半之前呢就出现过在The Star的财经新闻报道里面 就说他们打算增加自己的再生能源发电业务 他们也会打算竞标这个LSS5的 那LSS4呢 其实就给这些中标的公司呢 从2021年到这个2023年的期间呢 去陆续建造完成他们的太阳能发电站 那么之后呢马来西亚政府呢应该就会准备再推出这个LSS5的了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政府在再生能源的这个行业 尤其是太阳能的这个应用呢 是按部就班的在推动着的 所以同学们 我今天这个视频先给大家更新了 喂我们可以卖电去国外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个收费这个过路费是怎么算的 对吗 那再顺便给大家讲回来 马来西亚的这个太阳能的行业 原来政府是有一个大蓝图在发展 那基本上大家也看到这个大蓝图的发展架构了 希望你们会从这个视频里面呢 对马来西亚的太阳能行业呢 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那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记得要点赞 那如果同学们对太阳能这个话题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呢 欢迎在我们视频下方的留言区呢留言 那说不定 陈建老师我还可以帮你们呢 进一步的给大家梳理更清晰的 马来西亚再生能源行业发展的脉络跟将来的展望 好吗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积极留言跟点赞呢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